请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请看第一节第二节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第一节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第二节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叛侣 喜悦亲近神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想根据这一段圣经 继续来谈一谈真实的信仰这个题目 我们继续谈谈谈 这是当时 以色列百姓信仰上的大盲点 也是当时 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最大的问题 更是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所有问题的根源 因为他们拜神 拜到最后只剩下信仰的外表而已 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实质 这个问题很严重 而更糟糕的是 他们落在这个信仰的盲点当中 却浑然不知 他们还觉得自己的信仰蛮不错的 以至于 虽然国家已经快灭亡了 他们却还认为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那这种心态相当可怕 因此神在以色列百姓五十八章一开始就大声疾呼 神要以色列百姓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 用反凤的语气来责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神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好好的想一想 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吗 然后找到问题的根源 对正下药 这样才有办法让自己脱离困境 只可惜我们看到 以色列百姓还是执迷不悟的 他们还是我行我素的一股行 甚至还一错再错越现越深 结果真的把自己带进灭亡了 留下历史上血淋淋的教训 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 让我们来说明 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举出圣经中最具体的三个实例来说明 第一个是事罗的事件 第一个是事罗的事件 第二个是犹大国的灭亡 第二个是犹大国的灭亡 第三个是主耶稣时代耶路撒冷的淪险 这些都是历史上佛生生的见解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信仰 所以虽然号称是神的选民没有错 是阿华的子孙子 有神的约会 有神的圣殿 又拥有神的律法 但是到最后这些都救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信仰 可见怎么样持守住真实的信仰 这件事在我们的信仰上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它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持守住真正的信仰呢 也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呢 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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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是要真的寻求神 第二个要真的寻求神 第三个要真的亲近神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点 就记在以色谈五十八章第二节的上半句 先看以色谈五十八章第二节 上半句说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这是要持守住真实的信仰的第一点 所谓的信仰首先当然就是要相信真神 然后进一步去信靠真神 所以信仰一定有对象的 那个对象就是真神 而所强调的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相当重要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信仰 怎么样才叫做好的信仰呢 又怎么样才叫做不好的信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有很多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有很多 但如果我们把它浓缩起来 可以这样说 就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 这个人的信仰就好 反过来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 这个人的信仰就是不好 就好像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感情 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感情好不好 完全要看他们平常相处的关系 怎么样来决定哦 平常相处的关系好 彼此的感情就好 平常的关系如果不好 那感情当然也不可能好 这是肯定的啊 那么今天照理说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祂所造的儿女 我们的生命是祂所赐的 我们的生命是祂所赐的 我们的生活更是祂所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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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 十七章二十四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二十五节 也不用人的手来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二十六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二十七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二十八节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是保罗当年向雅典人 介绍这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王 保罗说他不只是创造了我们 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他更赐下万物给我们 细心地来养活我们 所以照理说我们是他所亲生的儿女 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 我们跟祂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亲密才对的 我们跟祂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亲密才对的 他应该常常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应该常常在祂里面 他不应该离我们远去的 他不应该离我们远去的 我们不应该远离祂 我们跟神应该常常见面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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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算正常呢 这可惜我们看到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人犯了罪 因为人不听神的话 因为罪使神跟人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断绝了 所以从此以后 人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说的那个浪子一样 从那个时候 在那时候 人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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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家远去 到处放荡 再也不认识 那个圣他 爱他的父亲 反而去认那些 原本不是父亲的来当自己的父亲 这就是人类的罪过 因此 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三章 详细说明人类的这种罪 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 三章十节 就读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十一节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十二节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保罗在这一段 详细说明人类的罪过 那其中有一样就是 不认识神 而且也不寻求神 你说神伤心不伤心 神真的很伤心 其实神每天从天上 都在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神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 那一个父亲一样 天天在盼望 天天在等待 总希望他的儿子早日回头 所以神在天上每天都在看 只可惜等了半天 连一个都没有 啊 神真的很失望 于是神改变主意 自己先主动去找人 神首先从万民当中拣选了 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 不为什么 只因为神爱他们 神希望跟他们 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 神更愿意将流埋 给他们 而神对他们的要求 并不高 而神对他们的要求 并不高 只要他们能尽心尽尋求神 神就一定让他们尽心尽 请看《生命记》第四章 《生命记》的第四章 《二十九九节》 《四章二十九节》 尋求主你的神 你尽心尽心寻求祂的时候 就必寻见 这是神对当年 以色列百姓的基本要求 也是神给当时 以色列百姓的大应许 只要他们肯专心地寻求神 神就一定让他们寻见 神就一定会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可见寻求神是以色列百姓 在信仰上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因为神是信使的 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会改变的常常是人自己 所以当大卫要离世之前 他才吩咐他的儿子 所罗门那样说 请看历代至上 二十八章 capítulo veintiocho 历代至上二十八章 第九节 历代至上二十八章的第九节 我儿所罗门啊 你当认识主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他检查众人的心 直到一切心思一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啊 大卫吩咐所罗门说 你如果肯一心一念 寻求神 神就一定会让你寻见的 因为这也是神给人的应许啊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你离弃神 不肯寻求神的话 那神也一定会永远丢弃你 因为这也是神对人的基本要求啊 这绝对是真的 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当犹大国即将灭亡之前 前一遍遇见 耶利米宗先知 重生这个原则 神再次遇见耶利米宗先知 重生这个原则 请看耶利米宗 29章 耶利米宗 29章 12 耶利米宗 29章 12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13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神要耶利米宗先知 再一次大声地呼吁了 我一定会应允你们的 我一定会应允你们的 由此可见 这绝对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后来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难道神会有问题吗 不会的 神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先知在这里 要再一次 很不客气地提出来的理由 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 再一次好好的思考看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既然这是神的应许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 天天寻求神 如果我们真的 乐意明白神的道 那今天我们怎么会 乐到快要灭亡的 这种地步呢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见这当中 一定有原因的 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 请问我们认真 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最可能的原因 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 他们并没有真的 天天寻求神 很可能只是嘴巴 随便说说而已 他们很可能只有在 结起的时候 才来寻求神 甚至于到后来 连结起也不熟了 只有在遗难 遇到问题的时候 才来寻求神 平安的时候就忘记神 第二个原因 或许他们真的天天 寻求神 但是他们寻求到最后 变成只是一种 宗教的仪式 就是形式上 做一做而已 并没有真的是 用心要来寻求 更没有专心的来寻求 就好像一个孩子 见到爸爸 礼貌上叫一声爸爸 意思意思一下 而事实上 根本没有一点感情的 第三个原因 他们寻求神的动机 很可能只是 单单想从神那边 得到肉体上的福气 就这样而已 就好像一个孩子 见到自己的爸爸 嘴巴很甜 但是目的 到最后只有一个 就是想跟爸爸要钱 他们忘记了寻求神 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明白 神的话 然后听从神的话 因为其实所有的福气 都在神的话里面 包括我们属肉体的福气 还有属灵的福气 其实都在神的话里面 但是他们竟然不晓得 但是他们竟然不晓得 那么他们的寻求在神的眼中 就会变成假的 他们的信仰也会 跟着变成假的 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这可惜 我们看到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 却不愿意证实这个问题 他们不听宣告 他们只想掩饰 遮盖问题 却不想彻底解决问题 结果问题就越来越大了 最后只有主上灵亡 在历史上留下血淋淋的教训 那今天这个教训 全部留在圣经里面 请问用意何在呢 最重要的 乃是为了要警戒 我们这些末世的真信徒 今天说起来 神也很爱我们的 神主动亲自来寻找我们的 在万民当中 特别拣选你拣选我 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 神将他的应许 完完全全落实在我们的身上 请看以赛亚书 十一章 请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第十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十节 十一章第十节 到那日耶稀的根 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 再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 十六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 十五章十六节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我要来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十七节 叫余圣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十八节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我们看到神不只是将救恩 临到以色列百姓 更临到我们这一些外邦人 让我们有机会成为 属灵的真以色列百姓 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重新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成为祂的儿女 这是神的大爱 但是当我们领受神恩典的同时 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 神给我们在信仰上 最基本的原则 就好像当年给以色列百姓一样的 神一样要我们真的 天天来寻求祂 要我们真的 乐意来明白祂的道 这是神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神给我们更大的应许 就好像当年给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 因此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才大声的宣告说 请看马太福音 第七章 第七节 请看马太福音 第七章的第七节 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八节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了 寻找就寻见了 寻门就给你们开门 寻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的 寻找的就寻见了 寻找就寻找 寻门就给他们开门 寻找就寻找 主耶稣再一次重生 神对人的基本要求 这就是 主耶稣再一次重生 神要给人更大的应许 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 专心的寻求神 神一定会在我们寻见的 神绝对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肯这样做吗 还有我们 是不是真的这样在做呢 我们是不是跟当年 以色列百姓一样 掉在信仰的盲点里面 还不知道呢 今天老实说 我们要寻求神 比当年的以色列百姓 要轻松很多 今天有主耶稣做 我们的重宝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必再守旧月的结起 我们只要守安息日 我们只要常常聚会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拜神 也不用再献祭 我们只要跪下来祷告就行了 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更不用轮流来读 写在羊皮上的律法书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手上 都有本期一代 很轻便的圣经 我们随时都可以打开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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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神还预备许多工人 常常讲解圣经给我们听 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求神 要明白神的话 真的比当年 以色列百姓方便的太多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真的肯这样做吗 我们有没有天天在祷告 我们有没有真的天天读圣经呢 我们是不是有困难的时候 才赶快来找神 一旦平安就跟神说再见 或许我们真的天天祷告 可是请问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形式化呢 早上起来 一试一试 念两句哈利路亚 晚上要睡觉之前 再一试一试 念三句哈利路亚 我们是不是觉得 你觉得这样 我就可以安心向神交差了呢 当我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请问我们有没有 真的是在渴慕神的话 乐意明白神的话呢 还是只来这边让大家看一看 顺便打一打人际关系啊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生事的问题 透过这样的思考 我们才能够了解 到底我的信仰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最后请看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第十九节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第十九节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九节 第十九节 Desde ningún lugar de esta tierra tenebrosa les he hablado en secreto ni he dicho a los descendientes de Jacob búsquenme en el vacío yo el Señor digo lo que es justo y declaro lo que es recto 真的神的话 又公义 又正直 la palabra de Dios es justa y recta 神的话 是实实在在的 es sincera 神绝对 不会骗人 Dios no miente 神也没有必要来骗人 因此神这样说 说我从来没有在 隐秘黑暗的地方讲话的 意思就是说 我不需要偷偷摸摸的说 我印象都是光明正大的说 神讲话 是就是说是 那不是就会说不是 绝对没有那种 是是而非的道理 所以神在这里再一次强道说 我从来没有对以色列百姓 说你们寻求我会突然 没有这样讲过 这种话神从来不讲的 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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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来一次说你们寻求我 就必寻见 非常肯定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想体验到神 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神的祝福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天天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有一次有一位神学生问一位年纪不小的长老 因为他看那个长老年纪那么大 为什么每天早上那么早起来祷告 读圣经 所以他就问那个长老说 长老你年纪那么大了 为什么还要那么早起来祷告读圣经呢 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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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神学生是非常体谅 这个长老年纪这么大 这位长老年纪那么大 没有想到这位长老回答他三个理由 第一个 因为我立志在一天的开始 一定要先见神的面 然后再去见人的面 在还没有见神的面之前 我就不见人的面 第二个理由 我要把早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 就好像救一大献祭一样 要把最好的自由献上 总不能把寄生那些不好的东西 献上去给神 所以我不能老是等我睡不早的时候 才来看圣经 希望看圣经 看到最后能不能睡早 我一定要用精神最好 最宝贵 早上起来那一段时间 读成经 第三个理由 他说一个人爱主的心 有多少 怎么来看呢 要看 他在那个床 睡觉的床 跟主耶稣中间 怎么做选择 如果他爱床 那就多睡一会儿 如果他爱主 就早起一点 其实要看 有没有爱主 就这么简单 这位长老 用他的生活 给这个神学生 上了一课 难怪这位长老的凌晨那么高 今天请问 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样做过呢 我们到底做了多少呢 时间过得很快 马上2011年又过了 真的时间逼得我们 不赶快 努力不行的 老是这样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真的会完蛋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 用这样的精神来寻求神 我们读经 祷告运动 已经推进一段时间了 我们感谢神 有很多人 真的很认真在做 但是我们也发现 有不少人 根本都没做 那有一部分的人 虽然有做 但是是应付 应付 马马虎虎 因此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需要自我检讨一下 到底我的信价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首先检讨 到底我有没有真的在找神呢 我是不是很真的乐意来寻求神的道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我不每天读圣经呢 为什么不每天好好祷告呢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到了教会 不喜欢来唱诗呢 为什么不 很乐意的 很安静的 进到会房里面 坐下来 听听神的话语呢 请问我们的信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不是 就好像当年的 以色列百姓那个样子呢 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真的肯去检讨思考 真的去发现问题 然后对症下药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神离我们 每个人都不远的 神就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时候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体验到 我们的信仰 的确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唱诗 并且唱ハン 407 407 407 谢谢大家